《香港區議會選》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講場 是《落報》的討論平台 我們今天直播一個節目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重輝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想在這個直播節目 跟大家談到 香港區選 其實代表 就是香港區議會的選舉 剛剛在 過去的星期日 即11月24日 已經舉行了 這個選舉 有人形容它是變天 變天的意思 因為選出來的結果 是跟很多人想 是相差很遠 不單止說 一早都想著 建制是不行的 但不想到 這麼不行 我們不是想探討一下 每一個參選的議員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而是看整個 這樣的局面 是透露了些什麼的訊息 而應該將來 香港人又要怎樣做 我想香港今次的區選 當然很多人 有一件事不介助 不介助什麼呢 就是說 兩邊的票數差很遠 所以那邊得到 四百多 那邊得到 幾十 但是我們看回 因為它是單 單 議席單票成 所以它得到的票 全部都受傷 首先這樣解釋 選舉 不同打球 打球一面倒 譬如你 和小朋友打球 可能你會 入球多的時候 足球賽也好 會二十比零 但是選舉 你贏 有可能 你是 譬如 五千票 他是四千八百幾票 是不是 他都有相當的票 因為 你要記得一件事 我們只是當選 那些 其實他 落選那些都很多 我講 建制派 所以現在他落選的人 他都有票 只不過大多數人 在這裏 選了這班人 是個別人計數 但是整體來計數 是六四之分 差不多 選舉 可以 你分析的結果 是這樣的 不是只說香港 包括輸贏 我首先簡單講講 投票 給一個人不表示 認為那個人做得好 可能會喜歡那個人 欣賞那個人 認為他是忠的 他有沒有能力 這個旗幟 不用靠他 一個團隊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 因為憎恨對方 憎恨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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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類人 情願給另一個人 他不是憎恨那個人 其實以後都不是 憎恨對方和對方的政黨 這類人 他主要就是 人及政黨 先 拿出什麼旗出來 他一定反對 為什麼看到一個問題 在這裏 我今天想講 帶出的問題 就是 其實大家有少少 是沒有了理性去投票 當然 你現在說 你是不是反對黃絲 不是 我只是 以事論事 分析講藍絲黃絲 不是 我分析這件事 不喜歡的人 他就不會投票給他 不投票給他 而 白票 廢票 這個沒有意義 不如投給對方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我就是講 李慧琼 和 梁國雄 長毛 我講了兩個 其實 長毛 就是空降在這個區裡選 那麼 都 都省得很險 是的 那麼 另外一個 就是 在這個區裡做了很久 長毛 根本上在這個區 人家是 不知道你 服務的能力去到哪裏 是 區選和立法會選舉 是有分別的 是 有分別的 所以 這方面 就會變成 你根本上長毛 我都不知道 你的工作能力 這區去到哪裏 還有 區議會的選舉 是選一的人 是幫民眾多些的 而不是選一的人 在立法方面 厲害 所以 你看到一件事 一個服務了很久的人 當然 它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 如果你在這兩個人的比較 為什麼這個服務了這麼久 會這麼 險性 不是大性 你看到一件事 我再舉另一個例子 有些 新任 當選的區議員 是素人 根本上大家都不認識他 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的情況之下 你知不知道他的工作能力去到哪裏 你不知道 你只是相信一件事 因為以前那個 這個 他們的編量 組織 是我不喜歡的 他是建制的 所以我剛才說了 是 不投給你 而投給你 包括有不喜歡你 和不喜歡你 那派人 不止是政黨 所以他現在贏過哪裏的人 就是這個非建制派 其實他們自己都知道有個危機感 這個危機感是哪裏 就是你這班人 因為是實打實的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你很容易回答 雖然說沒有如果 但是我問你很容易回答 你會不會投票給葉劉 就是說你本人 如果你是選民 我就不會投給他 肯定 那就很容易想 你不投給他 不一定說你很討厭他 但你起碼不是欣賞他 所以我這次說 這個投票 是感性多於理性 這次 你可以說 這班人都有理性 所以我一開始就分析 有些是因為不喜歡 不喜歡 所以這個選舉 有一個問題就是 四年一屆 這四年 現在選了新的區議員出來 是不是可以令到市民 尤其是當區的選民 四年後 還有選舉呢 你又這樣看 這個我以前都講過 我講是講澳門的市政委員 他不是議員 他說選了出來 但他的權力是很窄的 沒有什麼權限 根本是很難做事的 你寄望到什麼呢 只不過出來說說話 香港都有這樣的情況 真正做事 你都還要靠政府部門實際的事情 沒有理由 就是有一個政府的地方 你是靠一些民間的人去做事 這樣就不行了 其實香港 因為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地方 香港區議會 跟澳門以前的市政議員 不同 最不同在哪裡呢 就是 市政議會裡面 其實主要的 主要的 話事人 主要的決策 就是 拍板的人 都是政府 都是 但是今次 香港的區議會 香港有些不同的 就是這個區議會 他要決定政府一些事情 沒錯 他決定了之後 政府會跟著去做 這個是不同的事情 究竟都講講澳門的情況 澳門以前有市政議員的時候 有海島市的 海島市就是路環和坎仔 那個 當地的議會 就在近著地埔街那裡 澳門呢 當然澳門就是 舊時的市政廳 金拔拿 所以 現在 我在這裡 我不會站在哪邊講 因為 我也想 在一個 讓大家明白 比較中立一點的 條線去講這件事 我想 現在 反而的壓力 當然 你說 政府有沒有壓力 因為這幾百個區議會的議員 到時可以 對政府的施政 是有莫大的影響的 會是影響到 將來的施政 當然 這個政府是很大的 會受到這個區議會的 決定的影響的 但是 在另外一個角度 市民 對於這個區的服務 也是有不同的要求 到時這群區議員 做不到這個要求 人家就會想 誰做了一陣子 就不是這樣 就好些了 首先問你 我問你 等於跟你談的 容易引導到大家思考 香港是不是 高度自治 這個肯定是 你罵是另一件事 好了 依法施政也是 根據現在的法律 選出來的區議員 他是組成高度自治的其中一部分 你都不會反對我說 香港七百多萬人 由自己 說回事 做一些事情 而這個範疇 是沒有在政治上 衝擊到國家安全 我覺得這個 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區議會 是一個高度自治的機構 主要在民生方面 但是現在民生和政治 有時候會拉上關係 難免的 有權 有權可能有政治的衝突 他掌握到權 我說回一件事 他們現在準備 會約那些地方警察的指揮官 去討論有關於緝捕 包括一些活動的管制 各方面 這個其實已經去到政治層面 是 他又有這個權去理解 他有這個權 所以我覺得 但剛才我覺得 這個區議會的主要功能 真的是地方的民生工作為主 還有 尖沙咀警署 和元朗警署 可能的政策都不同 大家調派都不同 因為那個話事人不同 那你上頭 是給他一部分的指揮 其實是忍他自己的摸索 好 盧偉聰所掌握的東西 跟現在另外一位 鄧炳強的 又有不同 上面那個就是 李家超 當然 他說到亂了 他說 李大裏那些都是暴徒 不是就這樣說 你是否暴徒還要審 沒有理由全部都是暴徒 也都不對 其實很多人說 今次區議會選了之後 是對林鄭來說 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可能是幫到手 但是 我看未必是有話少 我就很擔心 因為林鄭很早就出來說 我們會進行一個叫做獨立的 不是那個檢查 不是調查 不是調查 而是檢討 糟了 我聽到這裏 我覺得 會不會又失了一個和解的機會 其實有事 不要緊 他是喜歡想一些事情 跟別人不同 每件事有過程 現在這個區議會選出來 我想暫時大家休息 我最重要是希望 不要有暴力 近期比較安寧些 大家都好 靜下來想一想 快要聖誕了 打仗 是不是有停火 何況香港不是打仗 我最近看了一齣戲 我看了一段不太多 大家有機會再在一些地方 你說選舉也是一齣戲 不是 一齣戲是 這齣戲是 差李卓別寧的大獨裁者 我真的想不到 看到很多場面 原來印證現在非常相似 內容我不講了 大家看看警察 對差李卓別寧的態度 這齣戲是1940年拍的 1940年是甚麼年代 1940年是納水最瘋狂的時代 其實希特拉隨時可以找人去暗殺卓別寧 1940年 1940年我們來國家多災多難 還是被日本人欺負的時候 欺負的期間 所以這齣戲 我真的想不到 為甚麼40年 編劇想到的事情 原來和現在這麼相似 距離了七十多年 四年到現在 因為歷史 而是不斷會有重演 未必全套重演 可能會有些雞尾酒式的重演一部分 或者混合 我再講多次 我希望大家有條件說話 看看這齣戲叫大獨裁者 上網很容易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原來這個世界不斷的事 不是新事物 我們看回以前的人的思維 都有這種余殺 另外電影 你看到這裏 再數上電影未發明 但在電影未發明的時候 有很多歷史記載和小說 你看回這些史實和小說 都給你很多的提示 當然大家都 就是和理非 大家都是希望 很多事情 用和理非的方式去解決 它是最好的 但是這次 你都是贊成 不只是和理非 不用和理非非 和理非就可以了 很多網的評論 都有講粗口 它只是和理非 第四個非是非粗口 當然有些人說 和理非是不行的 如果這次不是有勇武的分子 這次不會引起這麼多人 出來投票 或者投給非建制 我不敢說 因為這些是沒有數據的 你不敢說 說出來 人家都會思考 是不是百分百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現在香港這段時間 平靜了 這個包括理大都搞定了 還未完全搞定 現在叫做一段落 說得搞定兩個字 當然很多人都說 政府其實是一個陰謀 將很多交通工具 包括地鐵 包括洪水 作為一個變相的宵禁 將這個問題 遷路於這些勇武分子 你怎麼想都好 這些 但是 畢竟我覺得 現在香港的市民 受了這次運動裡的影響 包括那個謀生 其實都幾大 反過來 又說一些往事 你都覺得 超人那個黃台之瓜 怎樣 黃台之瓜 我想 現在 超人當然他現在 還有在做事 是的 我覺得 香港這麼多的商人 我認同他的做法 我認同他的做法 其他人 我覺得他是 蟑螂之王 蟑螂之父 我不說這些 過心 我也看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的 看文章 我不是表示 鼓吹大家要同意 有時候放一些文章 都是等大家分析 包括路透社 有寫一篇文章 即是說李嘉誠 從他是 上面的老友 變成現在這樣 那就分析一下情況 我認為很多的文章 是值得大家看的 千萬不要只看一邊 你耿一邊的時候 你越看的東西越狹窄 就不行了 還有一件 我覺得 我不理會 國內 甚至要翻牆看 國內有沒有人 來瞭解香港的情況 有 平民八成 或者是官員 我不理會 但是我覺得 澳門 香港的 我們這兩地的居民 真的要看兩邊 要不是你怎麼分的是非 因為你不看兩邊 趁這裡說 我不想 在公眾場合 有些人罵得過分 即是說 打死他 也不應該打死 是不是 有很多 看了某一邊 清得多些 清鮮些 都是不好的 我覺得 人是理性的 應該是看 看也未必是真 何況 你連看也不看 更加你不知道 那件事是怎樣的 所以看了之後 你的眼睛會清一點 你不會聽見某些人說 你就意粉甜英 變了血氣澎湃 但我不會 我覺得 特別是 例如你看一些外面的東西 看台灣 台灣的傳媒 有代表不同的黨派 你不能夠 就是隨隨隨隨看一些東西 就相信 韓國瑜是怎樣 蔡英文是怎樣 你看完兩邊 要不就不要隨便去信任 但我在這裡說說 如果你是沒有任務做緊的人 我覺得你 會發表一些言論 即有些發表言論的人 他如果沒有任務 我覺得他最好都是客觀一點 你有任務就沒有辦法 你覺得你自己客不客觀 我覺得自己客觀 但別人覺得我客不客觀 就是別人給我的評分 所以 又是這樣說 聽你的 和聽我的 都等於是其中之一 就行了 你聽鄭仲暉怎樣說 接著又聽鄭家富怎樣說 沒有矛盾 鄭家富最近又說曾六成怎樣 曾六成又說自己怎樣怎樣 你聽完就好 因為當然香港的情況 現在會是 有一些人已經是 部署著 是可能 看著林鄭的位置 看著張建宗的位置 我們不排除這些人 但澳門有一件事 這些不關我的事 你評論 你反而不會有偏頗 正如我跟你都認為 周浩鼎這個蠢人 這次他選不到 不關我的事 都好像很不負責 不抽身出來 事實上 我們是影響不到所有 不會也都不想影響 別人聽一下我們 別人笑一下 也都可以 聽我們過往那些 看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早期 是罵別人是暴徒 用暴力又不對 認為有些警察處 都不當又有 我們都罵了 是吧 這次周浩鼎 我們以往都說 他有些事不對 是吧 李慧琼緊緊贏 他又說去辭職 我也有得表達 我覺得他有猛貓味 辭職就是遵循先例 先王是這樣要自殺 從精敢自殺 下一任的明朝皇帝 如果還有個說話 都會自殺 這個我覺得 是否一到這裏就講辭職 大家是否更出氣 今天都講得不夠後 但你都不會辭職 下個禮拜又可以再說 好 多謝輝哥